正在出访东南亚的中国外长王毅 已经离开新加坡抵达第二站马来西亚 王毅在槟城的东方大酒店 与大马首相安华面对面举行会谈 他在这之前也已经在新加坡 见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根据中国外交部释出的讯息 李显龙表示新加坡支持中国与东协深化合作 而王毅更当着李显龙的面痛批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